新載具登場 尬恰了兄弟 歡迎收看我不和奶鐵頻道 這段劇玩使用FIFA我要活下去 如果沒有訂閱奶鐵頻道的話 記得訂閱打開通知鈴鐺 才不會錯過新的影片通知喔 好的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新的載具來了 對因為現在有一個新的轉蛋啊 他只是看起來很像一個載具 總之來講呢今天來分享一下 新的假的載具啊 因為目前我們現在有一個類似像彩彩這個嘛 這個的話是只能原地的展示 他沒有辦法移動 然後如果要移動的話呢要像這個 鬼魂這個 鬼魂這個的話是可以一邊使用一邊移動啊 算是遊戲中比較有趣 有時候看玩家在飄 就是因為他在用這個表情動作 然後目前來講的話其實 官方應該陸續會推出這樣的東西 今天要來抽抽看 破產前 能不能抽到新的轉蛋 然後這新的轉蛋的部分是必中輪盤 呃他是 迷路巡禮 超可愛的 這樣看真的很像香糖派對裡面那個小馬 小馬很胖嘛 我就說他是 比較胖的豬的感覺 好這個呢 他抽的金額其實不便宜喔 哇可能要到三千多轉 保底應該是要三千轉左右了 大概啦 那超過三千多轉喔 超過三千多轉吧 總之來講我們今天來抽抽看 能不能抽到這個迷路巡禮阿 在破產前 然後這個新的 夾載具我覺得很可愛 然後他上面寫說主人好重 移動時不會被中斷表情 可是被敵人打到的話呢 表情就 表情應該就停下來了 等一下我來實測一下 這個有趣度阿 如果抽到的話 首先我們要先取消兩樣東西 呃 這個跟槍枝土裝好了 OK 取到這兩樣 再來 中獎 第一抽是九轉 好 我們現在是二五三六轉 二五三六轉 能不能夠抽出呢 不知道 試試看吧 第一抽九轉 哇 會不會一抽就中喔 欸沒有 我想說如果一抽就中就酷了 好第二抽49 賺 然後如果玩家你們抽的話 可以分享一下幾抽抽到 不要保底拜託啦 錢不夠啦 好沒中 再來是九十九 哇 感覺這個會很難抽欸 我覺得未來會推出很多 像這樣的東西阿 再一九九轉 他的音樂 音樂還蠻大聲的 他現在的音樂其實好像自己聽得到 不知道別人聽不聽得到 因為鬼魂那個會有音樂阿 哇塞 欸官方這個 我先講一下這個現在只有台服出而已 台服現在超越的 超越泰服跟義尼服 然後泰服義尼服以外 我不知道不能出了 完了 五九九 會不會抽不到 如果抽不到就太太扯了 哇塞 我好像剩一次機會喔 六九九 抽不到就要剋下去了 我先看一下 六九在八九九 拜託拜託 拜託 中這個吧 又是保底轉盤嗎 太扯了 欸這個官方都吹保底轉盤喔 哇塞 好啦這邊的話要儲值下去才行 我們除一下吧 好了剛剛儲值了三百三台幣阿 然後我們現在最後一抽 唉 台服現在都是保底轉盤阿 台服官方要思考一下 現在中獎機率怎麼這麼低阿 玩家減少然後中獎機率這麼低 好啦迷路巡禮阿 課下去就有了 我算一下總共花多少錢阿 等下來展示一下吧 然後課金看個人阿 每個人都有自己 自己 可能心目中要花的錢 剛剛第一抽是9鑽 總共大概2952鑽阿 如果說保底的話 真的蠻貴的 3000 3000的話大致上換上台幣 將近 呃 七八百塊吧 七八百塊 台幣 才會拿到 我相信有玩家應該會是 比較歐運一點的 可能一抽就中了 不過這個真的是 比較適合收藏阿 來吧 來看一下 這抽藏品 這個 裝備起來 我們來試一下展示 欸好大隻喔 這之後應該會有更大隻的喔 而且他腿好短喔 他在飛欸 好了 哇 好酷喔 真的是個載具欸 移動速度就在跟我們平常走路速度一樣阿 然後你用跑步可能就沒了 真的是騎了一隻迷路欸 旁邊有人抽到了啦 哇賽 有些抽的人真的蠻多的嘛 蠻多人在抽的 欸 尬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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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給尬槍欸 太妙了 超好笑的 新的載具迷路欸 我們去賽道看看好了 這個真的很有趣 這個很值得抽阿 只是不知道你們覺得價值台幣大概七百 七百多塊值不值得阿 就看個人了 我現在有貓又有迷路 滑板是那個 貓 然後呢 我的 表情動作是迷路 欸 這邊有人在騎 有人在開車 來來來我沒有迷路 哈哈 尬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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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迷路喔 新載具登場 奇迷路上路 這個沒有考五十七七的駕照可能不能上路喔 移動速度 還蠻快的欸 兄弟尬槍了兄弟 欸這太有效了啦 這之後再推出新的 飛龍什麼都還不錯阿 欸這個有尬槍的感覺 我看一下飛是比較慢 還有飛行 這個感覺好可愛喔 我看好像跑的應該比較快 對啊因為他就是走路速度而已 所以用跑的會比較快 欸這個真的是太值得 我覺得 唯一的敗筆就是柴犬這個沒有做可以移動 這個我會移動就OK了 可是他是不會移動的 所以這個會比較好 然後這個不能載人 這個可以載人就有趣了 真的就是假載具阿 這個真的是 近期我覺得Feedfire官方推出 有創意的前幾名了 而且非常的可愛阿 新載具迷路登場 之後你們看到玩家 請迷路的時候呢 請用力的打他 讓他知道會痛 應該開始跑步了 那個玩家開始跑步了 好今天分享一下 這個新的載具迷路 不是是新的表情動作迷路 他搞混了 不過這個迷路應該會不會有什麼 奇怪的bug就很難講 會不會之後會大家會發現什麼bug 那個感覺上之後要穿聖誕 聖誕節服裝阿 像可能這種服裝 然後去搭配應該會蠻適合的 有像海報 然後你這樣搭 有沒有 就會覺得很可愛 然後聖誕節阿有照 我們把角色換成那個 聖誕老公公 阿這套這套 重磚老公公 好 這個聖誕老公公 然後我們後面要背一個背包要 原本不是有特效嗎 為什麼覺得特效不見了 好這樣很適合吧 這感覺上就是聖誕老公公沒錯了 我們再去一次社交導 好聖誕老公公發禮物了 這人怎麼頭那麼大好可怕 頭超大 他都頭上來了 超好笑的 來喔全新載具登場 是一隻迷路阿 腿很短的迷路 全新載具來了 聖誕老公公騎的迷路超適合的 歡迎大家跟我來尬恰阿 好啦 今天呢就分享一下 抽這個新的表情動作阿 迷路阿 只是真的覺得他太像 載具了 然後之後在遊戲中 應該會看我玩家這樣移動吧 這樣移動的話呢 就用力給他打下去就對了 今天呢就快速跟大家分享 然後也歡迎大家留言呢 你們換了多少賺抽到 我就保底中阿 今年都保底啦 我覺得今年台服 中獎機率真的是太低了 大家應該有感的 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阿 然後當然有些歐洲玩家沒有什麼感覺 你們可以看我現在抽什麼東西 基本上都保底嘛 保底才中阿 所以說是覺得中獎機率真的變低的感覺 好啦 那我們今天遊戲到這邊 如果大家有任何想法 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如果大家喜歡哪些影片 可不可以來喜歡 持續訂閱我打開通知鈴鐺 後面又繼續分享 B5攻略的情報 記得訂閱我Youtube 主頻道 副頻道 玩具頻道 送我推銷IG粉絲團 搜尋我不喝拿來體育可以找我了 也謝謝你們的收看 我們下遊戲見囉 掰掰 我們下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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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集完